这世界真的是灭了又怎么样呢 早此早早生对吧 所以我觉得所有的创业者要足够乐观 实际上你可以发现创业就是这样 创业就是勇者生 野蛮人胜处 我觉得中国最有趣的宋朝 是全世界GDP三分之一 但宋朝被这个金朝这么小的国家 欺负在京皇帝被掳走或者什么等等 这会很搞笑吗 为什么呢 这个世界不断证明野蛮人生 在这个时候勇者生 当一个这个人有足够的雄心 有足够的勇气的时候 你可以发现你心有多大 心有多大能量 你能干多大事业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的 我最大的总结就是 危机就是战绩 这是一个最好的战绩 这个战绩是别人搜索的时候 我们出去 就是关键是你不要有脆弱的心理 创业和夫先生在心法里面 讲过一个故事 我觉得很有意思 他说他在小时候是个小妖 就是他是个最小的那个小儿子 这个他的爷爷非结合 他的爸爸和他的哥哥都在服侍他 他每次路过那个爷爷的房子 都捏着鼻子走过去 他生怕被传染到 最后整个家里被传染得到 就是他自己 为什么呢 他最后写了一句话 他说一颗脆弱的心灵 像磁石一样 把疾病都吸引过来 很多人就是越怕什么 他越来什么 你越想什么 你越想一定会做成 你就会做成 所以我们同事最近 跟我在做对面沟通的时候 很多同事提了很多 疫情之后广告又会怎么样 我只说了一句话 你有杂念了 什么叫你有杂念了 因为你心里觉得会不成 会出现什么问题 任务会完不成或者什么 你一旦有这个杂念 你一定完不成 所以我说你退下去吧 你有杂念了 我们不需要有杂念的人 我们需要就说 我一定会成的那些 所以我觉得这是我的体会 危机及战机